大家還記得 昨天行政院的院會吧 這個影片流露出來之後 你看到那蘇貞昌的霸氣出現了 但是再來看到另外一個影片 韓國瑜坐在那邊頭第一了 有些人就看著圖說故事說 你看韓國瑜在這個行政院 院會裡面打瞌睡 沒想到這些影片的流露出來 其實背後都是經過精心策劃 跟算計的 是 易康 蘇貞昌 其實一上任的時候 一開始先說行政院會 其實首長不來參加 無所謂 後來突然到4月的時候 又說你一定要來參加 結果為什麼一定要 韓國瑜來參加 原來是要設下一個陷阱 等他來 結果昨天韓國瑜一參加 馬上就剪一段影片 韓市長以後講中華民國就好 不要再講中華民國地區 幫首長說選民所託 要為地方 不是這個心情跟這個責任 我非常清楚 一開始你看 他故意這樣子手這樣比出來 這樣止來一步 我覺得那個擺明就已經等著 要去準備設定 你看一般政團有人這樣講話 其實也滿奇怪的 而再來故意剪這一段 看起來好像韓國瑜 在打瞌睡這樣一個鏡頭 這個用心何在 大家心裡頭都非常清楚了 這個擺明就是要設定好 故意要挖個坑給韓國瑜去跳 然後自己再精心策劃一個抹黑的一個影片 那但是韓國瑜 今天對這個也有正式的一個回應 行政院蘇貞昌院長上任之後 一直說高雄市長希望親自去開會 我也去了 去了以後 剪貼我的影片在網路上來傳 來修理我跟批判我 我覺得這樣子不太好 我們去事實上就是很 非常禮貌 然後誠懇的拜託行政院 來幫助我們高雄的建設 提了大概五個案子 那怎麼會被剪貼在網路上來攻擊咧 而且中央補助我們的一千萬 事實上還包括很多其他的疾病 包括人畜共生的一些疾病在內 不是光只有登革熱 可是現在高雄市最重要是登革熱 那我沒有想到這個剪了剪片之後 然後變成一個好像 呃 我們被修理的很 很不像話的樣子 我覺得這個沒有必要 因為這樣的話中央跟地方聯手建設高雄 目的就偏掉了 那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我已經被修理了被黑了 但是中央補助高雄的錢 登革熱這一筆 我們申請大概五千多萬 希望盡快核發 我們一定要全心全意的 來防止登革熱 立剛其實你看 蘇貞昌這是精心設計好了一場戲 為什麼呢 1月14號的時候 他剛上任沒多久 他說過去六都首長都是 列席行政院會非出席 那院會討論的議題 與地方常常不相干 所以讓首長們哭作在那邊 講不講話都很為難 所以他覺得說首長來不來都無所謂 然後到了4月24號的時候 他突然又說上任99天以來 六都首長只有韓一次 都沒有列席院會 不知道在忙什麼 然後韓國瑜好 真的聽你的話來了 結果一來你就挖一個陷阱給他跳 然後他直接洗臉韓國瑜說 中華民國不要加地區 還去指導他應該要怎麼講 然後再以頭把自己的 好像凸顯了自己 好像很厲害 很英明 什麼東西都幫高雄做好 是你高雄自己都沒做好 好像一副再訓斥韓國瑜的樣子 可能事實的真相 真的是這樣子嗎 他只剪對自己好的那一面 然後自己在胡說八道的那一面 他從來都不講 我們來一個一個檢視就知道 他再以頭說 疾管署6月4號 主動通知了高雄 高雄說還要1,070萬 6月6號就如數照播了 那實際上是什麼你知道 1,070萬是去年提報的 去年提報的 是去年提報 根本跟這件事一點關係又沒有 他把他張官禮貸 兩個故意拉扯在一起 而且根本不是為了防治 登格爾做補助 因為其實還包含了腸病毒 病毒性肝炎 結核病等其他傳染病 其中253萬 還是市府的次酬款 所以根本就不是 他講的那一回事 而且今年還需要5,318萬 他提都沒提 當作沒聽到這件事情 然後捷運黃線 我們蘇葵講得好大聲 中央補助804億 5月27號就核定了 然後核定了 錢呢 撥了沒 沒有 到現在還沒撥 這快一個月時間了 我們大家都知道一個最基本 錢沒有到手上都是假的 因為什麼事都不能說 是 誰知道 你到了是不是真的會撥給我 我怎麼曉得 鋼山路途延伸線 270億 在3月4號就已經原則同意 原則同意是什麼 你已經撥款了嗎 然後0元延伸線 還有總統宣布大力支持 還是一樣 錢下來了嗎 總統宣布要做的事情 到最後黃牛的一道堆 對啊 所以你計畫核定沒有 什麼東西都沒有 你怎麼知道這個東西 一定會兌現 這種東西可以拿出來講嗎 然後大領埔計畫 1050億 又來原則同意 然後小港機場規劃改善 然後去年通過250幾億 2020年起 航廈容量將無法滿足 預定2026年完工 還有6年空窗期要怎麼辦 你知道2020年就已經飽和了 明年就飽和了 你要2026年才完工 還有6年 那怎麼辦 所以你這個通過 而且實際上是不是真的 付出執行也不知道 然後三年補助高雄市 2476億 絕對沒有分藍綠 一個好政府就是公道 能提防法 不只講要能做到才中票 講得好像很漂亮 問題是蔡英文上任3年 問題高雄市是誰執政 是承菊執政 承菊執政兩年半 韓國瑜實際上只上任 到現在五個多月 半年左右的時間 大部分時間都跟韓國瑜 一點關係都沒有 人無財業園區的問題 你撥款了沒有 他提都不提 然後就故意在那邊 好像故意要用這個影片 來製造一種印象 但是綠營的人才不會管這些 他繼續加碼打 打什麼 打韓國瑜的公布的 廉政專案有公布他的財產的問題 他說他一公布之後 他們夫妻兩個存款4559萬 花很多人就算了 你不是說你一碗乳酪飯 一瓶礦泉水嗎 居然還有這麼多的錢 我覺得拜託你沒有知識 也要嘗試 沒嘗試也要看電視 尤其記得看中天電視 為什麼 財產大分來自選舉補助款 你們是忘記他去年 高雄市場選贏 然後他拿到89萬票 所以他當然會有選舉補助款 奇怪這些人 到底腦袋是裝什麼 我也搞不太清楚 然後這些綠美就 根本不管3721就開始在諷刺 你根本就不是庶民 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我們隨便挑幾個來講 蔡英文總統存款5406萬 他其他土地亂七八糟的東西 資產一大堆 股票什麼 文化部長政績軍更不得了 他存款是16664萬 這麼多 他其他土地房地產 這些什麼其他名下資產一大堆 多種人家現在是台灣首富 所以你看富比士雜誌都說 他63億美金換穿起來 差不多2000億台幣 人家有錢並不代表什麼東西 他只要是合法賺來就好 我拜託利益 你要嘛就趕快去指證 告訴我們大家 韓國瑜這些錢都是貪污污來的 或是其他來路不明的 工人員有財產來源不明的罪 所以你只要拿這個去抓他就好 你們有證據就打 沒有證據在那邊鬼叫什麼東西 但是他現在還繼續什麼 繼續要去抹紅 你知道要抹紅韓國瑜 抹紅韓國瑜之前先抹什麼 先抹中天 所以就一路這樣抹過來 但是我們就以 你知道友台的檢視方式好了 三立新聞檢視了 他說郭台銘與習近平 17年兄弟請 郭台銘請記總書記尊尊教誨 看到沒有 這是三立下的標 你看看到沒有 他見到聯席會的時候 我們的郭台銘現身 然後你看這鞠躬 局得很高興的樣子 態度畢恭畢敬看到沒有 直接這樣弄出來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我們用這些東西 是不是就要更懷疑說 你郭董是不是跟 大陸那邊的關係也很不錯 你是不是也在聽人家的指令 郭董一直在講說 中天跟大陸關係很好 國台辦還可以直接指示中天 但是問題是 有媒體跟國台辦關係更好 搞不好跟北京關係更好 你怎麼不講 比如說就是我們一樣 東森的老闆張高翔 結果他的媒體 就可以在那邊落地生根了 對不對 一個能夠在那邊落地生根的媒體 你覺得跟中天比起來怎麼樣 中天還沒有半個媒體 在那邊落地生根 對 所以你說到底誰比較 如果要這樣比較起來的話 誰比較像紅色媒體 所以我覺得 郭董你要這樣指控 你要拿出實際的證據來 光用這種影射的方式 你跟東廠的張天青 又有什麼兩樣 問題是我跟你講 綠銀財從來不管你管什麼 一定一致的標準 他的目的只要能黑你 比如這個巡人啟示 走失地點四府後門 然後走失時間今年過年後 六幾歲男子禿頭鼻樑有顆痣 走失身著黑色西裝褲 水藍色襯衫捲起袖子 然後喜歡舉幣高呼夜下午和失衡 然後很會講話但毫無內容 這在幹嘛 這故意在酸韓國瑜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講 你們這種阿Q精神勝利法 是有意義的嗎 但另外一個就更惡劣 他說蒸雞蛋發射源 每顆30塊 時間6月15號 也就是明天 4點到6點 這幹嘛 就準備要去破壞 因為在斗六人文公園 就是韓國瑜的那個 對 雲林的那個大會 然後工作內容就是 我們會指定目標物 你就盡量丟準就好 工作簡單好賺無負擔 有興趣請私訊或打電話 我老實講這個 你發這個訊息人 你已經犯法了 你知道嗎 這個是散禍人去犯罪 對 沒錯 這是非常明確的一個證據 我覺得警方要去查了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現在黑寒黑道 無所不用其極 甚至走在法律邊緣 甚至犯法 他們都要這樣去蓋 為什麼 其實我跟你講 就是從去年選舉 輸到現在 崩潰到現在 他們還沒有辦法調適 但是國慶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的蘇貞昌 打韓國瑜的力道 還是特別的強 大概準備要秀給誰看 秀給蔡英文看 可是我們也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現在的這個時候 昨天的時候 前天的時候 民進黨本身的宗旨會 已經確定就是 由蔡英文出現了 大家都在想要瞧的就是蔡賴沛 但是目前看來蔡賴沛的成形 可能看來非常的渺茫 這個時候有人就傳了 看來這個胖周瑜 鄭文燦 如果是蔡正佩的話 但是有人又說 這樣子做起來的話 反而相對的 打韓國瑜的正當性 就相對的比較缺乏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 有一匹黑馬出現了 那一匹黑馬就是誰 可能會是那蘇貞昌 怪不得蘇貞昌這個時候 加起進來猛猛的打韓國瑜 蔡蘇貝 我是覺得蔡賴比較有可能 蔡蘇貝當然也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 反正不管蔡蘇跟蔡賴 民進黨它的團結的力道 會慢慢的累積 慢慢的增加 因為支持者大家振奮 振奮開始就有信心 不然1 1 2 4的時候民進黨支持者真的 崩潰 崩潰 那時候定義說 賞米加賀白鋒 還減倒葉克 但是相對的國民黨 你看看 還在亂 不是只有亂而已 越來越難看 還有五月的時間 還有一個多月 所以韓市長講話這段期間 真的要非常小心 幕僚也要先掌握 記者 米加賀他每一天 面對記者媒體 你新聞處長 新聞局長 可以先去問這裡 米加賀說你有什麼議題 讓我們準備一下 我跟市長講 市長出來一定有一個準備 你香港 麥克風剛才問 那不一定有才掌握實事 沒辦法全部掌握 其實這一方面是他應該去補強的 另外一方面是國民黨 黨中央 吳敦毅主席 要去要求規範 候選人不能自己打自己 你看郭董這兩天就開始出手 郭董開始 郭董你嘴巴想說他是你的兄弟 雖然只見過兩次面 你都把他當兄弟了 對不對 當兄弟不管你會不會出現 郭董有機會出現 我說這韓粉可能會說 你說郭董怎麼可能 郭董有機會出現 因為 怎麼說 民調可以做 民調可以做 民調也不會公正 因為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接到電話 他會挑戰說郭台銘 這是策略性的 因為跟郭台銘比較好算 就像你為什麼民進黨 他出來的民調 小英跟賴清德都贏過 柯文哲也贏過 韓國瑜 為什麼 大家不接受那個民調結果 阿彬亞總統也說什麼 打死我我就不信 阿彬亞都不信 阿彬亞你不能小看 他是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就有自己民調中心 他又做過兩次市長的民調 兩次總統的民調 所以他對民調很來行 阿彬亞總統也說 跟我講是我就不信 那表示什麼 可以操作 可以操作的情況之下 你韓國瑜的資源 你遠差於郭董 雖然韓國瑜 倒作中天電視台 中天又倒到中國 這樣打的 我們現在也都代表中國的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樣講是不公平 如果拿出證據 韓國瑜是中國控制 是國財變控制 他就留待了 他就囚困了 不要說沒有選總統 連市長就要實質 對不對 如果沒話 郭董你要對韓國瑜一個交代 我們看著現在這個蔡英文 在禮拜三的時候 他這樣子過了關了 賴清德被打包丟棄了 現在這個時候 蘇貞昌就馬上拋出了 行政院院會裡面的影片 一個是蘇貞昌很霸氣的 在那邊指責韓國瑜 另外一個就是韓國瑜 低頭在那邊看似在打瞌睡 不過現在這個時候 代表什麼樣意思 難不成現在對於蘇貞昌來說 我只要盡情的去酸韓國瑜 我這樣子就能夠鞏固 穩住蔡英文的 整個政權的權力嗎 我們今天看蘇貞昌這種做法 蘇院長 你不要把自己做得那麼小 坦白講你是敗軍之將 你敗軍之將焉河嚴湧 那你這樣子你當場去指示 列席行政院會的韓國瑜 你的度量你的高度你的態度你的風度 通通通不好 所以蘇貞昌他為什麼他要這樣子做 這個就是總統府他裡面就有一個小組 就天天在收集韓國瑜的資料 那你曉不曉得總統府他們內部 就是你知道他們叫做什麼 猛打韓國瑜不理郭台銘 換句話說他們對於郭台銘提的一些東西 他們是不理會 但是你韓國瑜沒有提的 韓國瑜沒有做的 先扣帽子 這個就是民進黨他典型的打法 那蘇貞昌各位有沒有發現 他剛接隔魁他還對韓國瑜算是非常的謙虛 為什麼現在他力道那麼猛呢 原因非常簡單嘛 他要表演給蔡英文看嘛 我舉兩個小的例子好了 一個叫做董瑞斌的 不是第一銀行金控嗎 他下台 但是董瑞斌是跟總統府的關係很好 他下台以後 現在蘇貞昌要考慮讓他接台唐 接台唐幹嘛 接黃玉珍的位置 他要接黃玉珍的位置 就換句話說 你總統的人馬我還是我要照顧一下 董瑞斌 你看看剛被蘇貞昌幹掉沒有多久 我們也罵過沒有多久他又要到台唐 又拉回來了 他又拉回來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那去問問董瑞斌 本來他太太也要下台的叫張震雅 那張震雅呢是101董作 她是蔡英文閨蜜 就說你可以不用下來了 就是換句話說 蘇貞昌越來越重視總統人馬 這個說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蔡英文需要她可以當打手 去幹掉韓國瑜 那她幹掉韓國瑜她最好的方式 就把她交到行政院罵 因為她畢竟是行政院長 你是直轄市長 她就講你只是列席而已 那我問問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請問你地方政府的首長 你有沒有去行政院的院會 當然有 但是次數 韓國瑜去的次數其實跟程序差不多 就次數都不多 對 次數不多 但是非要叫你韓國瑜來 可是程序可是執政12年 對啊 但是問題來了 我把你叫來的目的 第一方面我羞辱你 我當眾羞辱你 第二方面你說你要的預算經費 對不起 我可以給你 但是我卡你 問問美亞嘛 二期輕軌嘛 二期輕軌嘛 二期輕軌的錢現在到什麼地方 我們已經問了將近三個多月了 四個月了 我問蘇貞昌嘛 你二期輕軌到底要不要解決 你陳菊留下來的攤子你要不要解決 對不對 那現在局派這些市議員 也猛攻韓國瑜的二期輕軌 那蘇貞昌再加一棒 那請問他打給誰看 當然是打給蔡英文看嘛 因為我唯有這樣子把韓國瑜的氣焰壓了下來 剛剛國慶講說可能會蔡賴沛 依照賴清德的個性 他受盡委屈 但是他可不可能再跟蔡英文 重歸於好 那陽明山的談話 兩個已經不歡而散 所以這個裡面 連蘇嘉全都說有可能蔡蘇貝 不是蘇嘉全 而是蘇貞昌 這個就是蘇貞昌為什麼要打韓國瑜的 主要的關鍵原因之一 蘇貞昌在選舉的時候 他有一個整個的小編團隊 他現在當了行政院長 他把小編團隊 居然用機要的名義 納入到行政院裡面 這也就代表說 現在行政院裡面 有一個小編單位 是屬於國家編製的 用國家機器 準備來打韓國瑜嗎 對 我當時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有點訝異 就是他行政院還喜自私的說 現在院長要接地氣 所以有一個小編團隊 這個團隊裡面有九個人 幫他做臉書 幫他做影片 幫他拍照什麼的 九個人 大家想想看 我不知道他們的薪水多少 但是以行政院中央的規格 以四萬五來算就好 一個月就要花40萬人民的納稅錢 再養這一些幫蘇貞昌擦枝抹粉 順便當他攻擊手的小編 我昨天晚上看到行政院 蘇貞昌臉書上那個影片 我簡直是覺得不可思議 就是怎麼會有行政院長 我很少罵人 但怎麼會有行政院長 這麼低級 我覺得這麼低級 大家可能一直在糾結說 韓國瑜參加行政院會的意義 我告訴你 六都直轄市長 參加行政院會的意義 是沒有意義 為什麼 因為直轄市長 在行政院會裡面 只是列席人員 只有一個情況的時候 需要動用到市長到行政院會 也就是各部會都此路不通 我都不幫忙你的時候 各部會在 各局處在跟各部會溝通的時候 出現了困難的時候 這時候 市長才需要到行政院會去說 拜託不要再卡我們了 所以之前 蘇貞昌放話說 你那個韓國瑜都不來 意思就是你要來給我拜碼頭 否則你登革日的預算 看看吧 原則上同意 你輕軌的預算 原則上同意 什麼都原則 原則 原則 那什麼叫實際呢 所以我覺得今天 其實我看那個新聞 我覺得真的很難過 因為韓國瑜一開始 是抱持著善意 為了高雄要去低頭 去彎腰的 所以當 後來行政院發言人自己轉述 當院長指示完說 會給高雄什麼 高雄什麼 韓國瑜還起力幫他鼓掌 這個是行政院發言人的轉述 你看韓國瑜姿態 已經低到什麼地步了 沒有問題 我為了高雄 我低姿態無所謂 你中央願意協助就好了 我韓國瑜一個人 對不對 我只是一個人 我為高雄市兩三百萬的市民 我屈辱無所謂 但要幫高雄市民要到 對 你要給我高雄什麼 你不要說原則 好 你財色我相信你 我幫你拍手鼓掌起力 都OK 我是善意的 誰知道行政院 蘇貞昌卻出這種見招 他所有講話都是設計過的 一開始先要講什麼 然後接著要不斷的說 我給高雄什麼 然後把這些影片撿起來 我覺得真的很無恥 你是行政院長 你不需要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不是酸韓國瑜 這叫羞辱 而且這不是羞辱韓國瑜個人 這叫羞辱高雄市長 羞辱高雄市長 就是在羞辱整個高雄市市民 所以我希望高雄市民 不要把他當笑話看 我們國家的行政院長 這樣子在羞辱高雄市民 你有看過蘇貞昌敢對柯文哲 講什麼話嗎 沒有 你有看過嗎 連高雄市的立委 都敢去批高雄市的觀光局說 你怎麼可以在反送中的時候 讓祖祕去參加香港旅展 高雄只是祖祕去參加香港旅展 台北市是官傳局長親自帶隊去 我們有看到民進黨敢酸嗎 沒有酸 敢酸台北市嗎 敢酸葉菊蘭嗎 沒有 所以就是四子挑軟的吃 我今天真的覺得韓國瑜真的是 他的去年愛與包容 我覺得讓民進黨欺負上癮了 我覺得現在真的要硬起來 不用去參加行政院會了 沒有意義 你行政院要給就給 不給韓國瑜 就每一天開記者會說 你中央怎麼欺負 讓高雄市民知道 不要再幫蘇貞昌嚴事了 就是讓高雄市民知道 中央是怎麼對高雄市 怎麼欺負高雄市民 但沒有 現在這個時候 蘇貞昌就想盡了方法 我放影片 甚至網路上面 有人就拿韓國瑜的這些財產 來做題目 來這樣子衍生的說法 其目的只有一件事情 我現在就想把你 從高雄市場拉下來 對 我覺得蘇貞昌當你 你與其剪接那個影片 來羞辱韓國瑜 羞辱高雄市 那麼我是不是先請你 高雄市現在需要的 登革熱的救命錢 趕快播下來 不要再玩這些文字遊戲了 你剪接那個影片 說你多照顧高雄 什麼不分藍綠 明明韓國瑜市長 有跟你們要的是 五千多萬的登革熱 目前的防疫救命錢 你剝下來了嗎 這五千多萬 你一毛都沒有剝下來 沒有剝 只剝了去年的錢下來了 對 你講的那個一千多萬 我覺得很可笑 他們居然在網路上還誤導 他還散布說什麼 一千多萬剝給高雄市了 韓國瑜市長 你怎麼會不知道 這根本不是韓國瑜市長去要的 這個是前朝的時候 就已經去跟中央要的 然後現在剝下來 這個經費也不是一千多萬 你們只有剝861萬元 所以中央不要因為卡 連這種錢你都要卡 這可是人命關天的 人命關天的事情 你現在還在幸災樂禍 你但真的要看到 高雄市發生疫情以後 然後再把所有的責任 然後再全面的再栽贓抹黑韓國瑜嗎 我覺得現在我們一定要 把這個聲音傳出去 我也建議韓國瑜市長 一定要開直播 把這詳細的內幕 讓全國的民眾都知道 民進黨執政之下 是怎麼在照顧高雄市的 你完全枉顧高雄市民的人身的安全 我這邊還要講 你還在講說什麼 所有的這些捷運的建設經費 你說我們現在的林源縣 岡山路竹延伸線 當初陳其邁不是在講多好聽說 林源我們一定會給 結果連一個可行性的 評估報告的研究經費 都不給高雄 連研究經費都不給高雄 你後面根本沒有辦法做下去 對 就是後面的進度 一直沒辦法下去 他們只會講說 有 我們在行政院會議 我們都有原則性的同意 就這一句原則性的同意 吃進了高雄市的豆腐 你嘴巴講同意 但是錢 進度遲遲沒有 沒有 經費也遲遲沒有下來 這就是你們所謂的 照顧高雄市 非常的可惡 他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讓韓國瑜市長 沒有經費 難堪 做不出東西來 對 難堪 做不出東西來 然後再把所有的責任再怎麼樣 你們再去剪剪貼貼 再說什麼 韓國瑜市長 你都在睡覺 你根本都沒有在關心高雄市政 用這樣極其惡毒的手法 再栽贓我們韓國瑜市長 然後再卡住高雄市 你不可恥嗎 你是大家長 你這樣的做法不可恥嗎 問三輩 我們看著現在這個時候 很多人都在說 高雄現在這個時候 韓國瑜要跳出來選總統了 可是看來現在高雄反而 到處被欺壓 我們可以注意到一個狀況 就在於說 現在在網路上面 有一個循人啟示 循人啟示 你仔細看了裡面的內容 怎麼沒想到 怎麼看起來跟韓國瑜有點雷同 但是現在又看到了一個社群網站 成立三個月已經快10萬人 其目的為何 最主要就是要罷免韓國瑜 可是我們看到 禮拜六的時候 在雲林有一個活動 可是居然有人要徵求發射源 丟一顆是30塊錢 可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現在的這時候其目的為何 目的就是要羞辱韓國瑜 其實也就是羞辱你們高雄人 看到剛才吃蘇晃昌的鴨瓶 我們高雄市立委 不管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高雄市這裡立委 高雄市沒有國民黨的 都民進黨的 怎麼沒有國民黨 部分區不是那麼多 怎麼沒有國民黨 怎麼可以這樣說 這些人都看過 剛才在伊拉克那些郵輪 中郵那些郵輪 坐在那些郵輪店的那種 被魚雷打掉 被魚雷打掉 對 那時候看到就真的萬壇 是啊 我說過 每次做四百千 我說公正經 我委員本部就有這個設計 你不要說你民進黨 國民黨 我都不相信你什麼黨 我們做中國 中華民國黨 剛才跟我們黨做給蠻子 跟我們黨做給蠻子 你如果在叫我建議時 帶來放一放 如果不然 炒到要死 這政治人物 這政客 實在看到真的 被人家 所長說你跟屁股 那你跟路 我這樣說 這次的行政議會 是像全國雄市開的而已 全國雄市開的而已 全國雄市開的而已 全國雄市開的 全國雄市開的 公公市民 你們真的不受氣 你們真的不憤怒 看你們市長 你們八十九萬 不管你開心回答 不開心回答 總是回答 總是市長出的 就代表市民 你們感覺 你們感覺 平正義屁股市長 你們團團下去 這九成立委 民進黨才九成立委 國民黨黨兩成立委 你們要扶著四年 你們是扶著四年 你們都不能跳出來 我們市民是選你們要扶著 不是要來扶選票的嗎 不是要再來扶著的嗎 你們在反送中 我答案問你 反送中 送中的理由是什麼 反送中的理由是知道 他們可能還搞不清楚 你們說有清楚 對 我就不清楚 我也不會去批評 你們說對話不對 人家才可以忘錄 沒有了解以前 你就去批評 沒有了解以前 他妹妹在庭堂 張總議員有說 登記以來 香港的港督和大陸是很好的 這剛開始 剛好看你行政運動社長 拍幾副頭 過五十八 原則上同意 這個公文是上信我就想不到 靠原則上同意 同意就同意 沒有同意就沒有同意 核定就核定 沒有核定就沒有核定 你不要核定公文 我怎麼行政 但你怎麼發報 對 我高雄人可以跟你們這樣嗎 你如果要跟我們當作 高雄人 當作本職 當作不用 當作不用尊重我 這樣有意思 你用開議會跟我們批評 用人命當作沒問題 選舉跟我們又來騙選票 還有市民 你如果不分我 我也沒辦法 真正面對這種政策 你有發動意嗎 你不要用選票給他抵折 如果你如果真的要再不精神 這樣大家跟我們做的事 大家拼不完蛋的 算了算了 我沒有選舉就是這樣 以前以前的老人 敢 敢敢 選舉就趁在收演 選主要演演起來 大家思念感恩 如果輸不去也贏 結果不是 越輸越高越大 表情輸越高越 看著現在這個時候 離這個大選時間 還有半年的時間 但我們說到一個人 黃國昌 你一定會想到 他就是拿時代力量了 他的目標是什麼 他是要毀滅掉中華民國 他是要消滅國民黨的 但現在國民黨裡面 居然有總統候選人 要幫黃國昌站台 這究竟怎麼回事 國民黨要被他消滅 你還去站台 是 立剛 我覺得這真的是 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 我們都知道 黃國昌最近他突然說 要舉辦一個 反紅色媒體的一個大遊行 然後有人就跑去問郭台銘說 你要不要去參加 結果我們大家正才覺得 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之前黃國昌 才為了有名基金會的弊案 才槓上過郭台銘 結果郭台銘的回答 居然說 如果他們有邀請 他我會去 問題是我真的很懷疑一件事情 郭董你到底知道 這個遊行在幹嘛 他這遊行有沒有搞清楚 是誰在辦的 這個遊行 黃國昌舉辦這個遊行 有個宗旨是什麼你知道 就是不要讓國民黨當選 你現在正在競選 國民黨的黨內初選 結果你自己還是要 想要代表國民黨來出政 是 然後你去參加一個 保證讓國民黨 讓國民黨的人不會當選的 大遊行 你到底在講什麼 我覺得郭董 你是不是要先搞清楚 黃國昌你以為他真的是 要去反什麼 紅色媒體反什麼嗎 根本就不是 黃國昌是為了他自己打算 搞不好可能會自己新主政黨 他不在時代力量 他可能就不在時代力量 然後我就覺得他為什麼會這樣 你知道 因為時代力量不願意提平他 當部分區 原來不提他當部分區 然後他就想自己跳出來 他如果在自己的選區 抱歉 因為國民黨現在推出一個強棒 叫林永平 民進黨可能審發會 自己會出來選 所以民進黨也不讓他了 是 所以沒看到他最近 他在台灣投戲子 結果跑去關心屏東的養雞場去了 對 因為可能打算要另起爐灶 那不管怎麼樣 他現在 他為什麼要重新發起這個遊行 他就是要尋當年的太陽花模式 重新再找一個學運起來 能夠再掀起來 這樣子他又可以繼續做立法委員 然後把自己的聲望炒高 到最後就算是代力量不要我 我再組一個新黨 然後我可以不用參加競選 因為我把自己提名不分區 到時候只要過政黨票過5% 他就變不分區的立委了 對 一樣不分區立委可以做 人家在做他的政治操作 那郭董 好 就算你為了初選 你要做政治操作 你去操作一個參加一個 要把你的黨滅掉這樣一個遊戲 現在有網友在批圖 批這個 這個也滿好笑 叫三罵臭臭鍋 不黑韓會死 當然這是網友批圖 這不是真的有這個東西 可是為什麼網友會這樣講 因為大家發覺 韓國瑜現在一罵韓國瑜 二罵中天 三罵國民黨 問題是你還偏偏想要爭取 國民黨的黨內提名 對 這個到底在幹嘛 你跟韓國瑜 因為你說是鐵桿兄弟 可是你又到處在影射 影射什麼 你說韓國瑜被人家操控 被誰操控 被中天操控 中天背後是什麼 郭台銘又說 中天背後是國台辦 這個指控非常嚴重 我老實講 如果你認為中天背後是 國台辦在操控的話 我老實講你趕快拿出證據 還讓他一槍斃一命 那可以法辦 違反這個內亂外患罪 你們的中天台直接被封掉了 不能說要是信口開河 信口開河 那就跟吳子嘉 董事長指控有什麼兩樣 他講說那個新莊王小姐 結果講了半天 他都聽來了 然後證據一個都沒有 可以這樣指控別人嗎 立剛 其實 這個鴻郭昌跟 李摩旺集團冤醜真的很深醜 2012年就已經槓上 他當時所謂的反旺中 他就已經講說 好像影射說旺中 已經是紅色媒體了 到今天東森乾脆在節目裡頭 直接講說 這個紅色媒體講的是誰 就是旺中 就是講你們中天 就是紅色媒體 如果說中天是紅色媒體的話 你要指控人家 是不是一定要有證據 他請問一下 東森的證據是什麼 是旺旺集團是有收 中國大陸的錢呢 還是有接受中國大陸什麼命令呢 你要白紙黑字拿出證據 反而如果反過來看的話 東森當時你驛主的時候 你的金融團隊 是不是有去北京 我覺得這個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這個是有事實可以證明的 你東森的經營團隊 是不是有去北京 東森的亞洲台 是不是在中國大陸落地 請教一下中天有任何電視台 或是任何一個中天旗下 任何一個媒體 在中國大陸可以落地嗎 你媒體要能夠在中國大陸落地的話 你跟他關係是不是比較好 要當然好才行 是 請問一下 如果按照這種標準來看的話 誰比較像是紅色媒體 能落地的才像 對 看起來應該是這樣子對不對 如果要比起來的話 這至少是一個相對比較 客觀的一個標準 所以我覺得要指控別人 大家先把證據拿出來 如果你沒有任何證據的話 你這樣去隨意的去指控別人 到最後只會讓人家覺得 你本身很可笑而已 國慶 我們看著現在的 這個時候的郭台銘 他說韓國瑜是被 我們中天恩的集團所操控的 但是又說我們背後 是國台辦操控的 那就是間接的引申說 國台辦正在操控著韓國瑜 但是如果拿不出證據 我們看到了吳子佳 講著韓國瑜說著 跟新莊王小姐之間有 非婚生子女 你郭董不是跟那個吳子佳 完全一模一樣 現在這個時候 你難不成想跟韓國瑜 玉石俱焚 什麼玉石俱焚 這細節形容得非常貼切 這時候就是現在進行中 現在進行中 從頭大選都還沒開始 自己裡面就要先 現在進行中 五檔說王小姐 對 私生子的事情 我這段時間都不敢 破完孫出門去散步 因為我怕破孫 他變成你的私生子 對 人家不相信我已經做阿公 對不對 因為看起來很年輕 對 所以我這段時間不敢 破完孫出門 怕去給我五歲 我想郭董選機選到 有時候賺下去了 他又不管怎樣 代算不管 反正我粗算一定要贏 粗算輸我的現身就漏開 我才可以輸粗算 所以他這段時間 只想要贏粗算 至於後面 會延伸的問題 後面再處理 他覺得天啊 沒有辦法處理的事情 先贏怎麼說 不過你不能忘記 當年你跟韓國瑜在粗算的時候 你跟韓國瘡人做去遊行 好啦 這些人都支持你 電話都說你 民進黨支持者都說你 你贏粗算 這些人大算會回給你嗎 貴賓總統一頭比一個例 如果今天立冠哥 你有養三條狗 一條是土狗 你會把土狗放在客廳 還是放在門口 放門口 放門口 一隻貴賓狗一隻雞娃娃 你會放在門口 還是放在客廳 那當然放客廳 這是學童的問題 貴賓狗都不用做什麼 吃好 豬狗都撩住 就水噹噹在裡面 放到水噹噹噹 加湯門 美食 那第二隻的雞娃娃 子倫跑來跑去 看著主人抱著貴賓狗 他也很生氣 也很不滿 但是當年有客人來的時候 那隻雞娃娃會 會給主人 會跟客人去怕 對不對 但是客人來說 走離到長腳 對 相對的 你如果客人 要到我們家門口 我們門口那隻台灣土狗 會跟人家推 主人說 小賀 小賀 不要叫了 等不等 敲下去了 人家去 你看 這三種狗 的名字差好多 什麼人對主人最重心 土狗 對 他在守護家園 所以我簡單比這個 這就是國民黨裡面 目前 有的一種 你越要為黨犧牲打拼 越站進去 你越讓主人看不去 東中央越看不去 然後出自權貴 就是捧在手裡 這就這麼簡單的比例 我想大家應該聽得懂 但淑慧 我們看到現在這時候 黃國昌要辦一個 反紅色媒體的大遊行 郭董說如果黃國昌邀請他 他就會去參加 但是郭董可能還沒有了解 黃國昌的背景跟特色是什麼 他是要消滅中華民國 他是要消滅國民黨的 但是藍營的基層 如果看到黃國昌跟郭董 兩個站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時候藍營的基層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心情 會昏倒 我想 我想這件事情 先分成兩個層次來討論 第一個 黃國昌跟館長這一場的遊行 到底是真的是為了 所謂的反紅色媒體 還是為了阻擋預作準備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我覺得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政治目的 的可能性比較大一點 所有去參加遊行的人 不要最後變成是 幫他們的主黨去造勢 我覺得是第一個 第二個黃國昌到底是反紅色 還是反媒體呢 如果反媒體的話輪不到你 你是立委 你反什麼媒體呢 如果是反紅色的話 你要不要先回家 去跟你的岳父講一下 你的岳父是被認證的台商 你的岳父還自己曾經親口說 我常常跟共產黨的領導吃飯 我也曾經招待過共產黨的領導 來台灣 然後你黃國昌怎麼說 我岳父雖然招待共產黨領導 不代表他們就是共產黨 我其實聽不太懂他的邏輯 其實也就是說 錢你都不嫌臭就對了 再來就是講到說 郭董要不要去參加這個遊行 我覺得兩個字 真的不要 你曾經說韓國瑜是你的兄弟 如果這個兄弟說 我覺得如果大家是相信的話 館長是怎麼對韓國瑜的 黃國昌是怎麼對韓國瑜的 我們國民黨內部關起門來 良性競爭可以 千萬不要去跟對手 跟競爭對手 跟要國民黨死的人 要韓國瑜死的人 去站在同一個台上 我覺得一致對外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做不到一致對外的話 你怎麼會有資格來代表國民黨 所以我覺得這個叫什麼 打斷骨頭 兄弟都要連一起上 如果真的韓市長 是你的兄弟的話 現在如果黃國昌只要批 再不時抹黑韓國瑜 你應該跳出來 要幫兄弟辯護 如果館長再不時抹黑韓國瑜 你也要跳出來 對不對 但有 我們看著現在 國民黨在戲子區那邊 是要推出來的是李永平 可是黃國昌這時候就緊張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 他只要找個對象來打 想到了來打這個望中集團了 目的為何 就是要營造自己的氣勢出來 可是郭董願意去參加的話 他是在算計什麼呢 郭董他現在到宮廟地方 甚至於到台南市 跟市議會的議長 跟市議會的議長 台南市議會的議長郭信良 然後裝作我們是兄弟 那你的票也要給我 郭信良不管怎麼樣 他是正國會的人 你可以跟他稱兄道弟 你也可以跟他吃飯 但是你不能說 拉郭信良過來說 我們兩個應該如何如何如何 就是說郭董已經為了選票 為了去制衡韓國瑜 已經不顧自己的身份 那這個是最可怕的 就是說你看到你的對手 你反而笑臉相迎 而對自己的兄弟呢 就猛打猛敲猛扣紅帽子 那是什麼因素 讓他政治判斷發生錯誤 原因非常簡單 第一個焦慮 第二個他怕選票沒有 第三個他怕搞不過韓國瑜 對不對 第三這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 這個時候你國民黨應該學學小英 學學小英大概國慶應該知道 像很多團體不是去推很多運動嗎 小英講了 如果你們公職人員參加的話 或者是黨公職人員參加的話 一律開除黨籍 那今天的國民黨不能夠再讓郭董 做一些政治判斷錯誤的問題 因為他越這樣子做的話 你藍營的選票越會流失 這樣子請問他害了誰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能夠 找一個政治判斷 那有問題的來擔任總統候選人嗎 我們看到現在的這個時候 黃國昌要反紅色媒體的一個大活動 但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東森電視台的節目裡面 也在說我們是紅色的媒體 可是東森他們自己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他們在當年一組的時候 他們的經營團隊的人 還跑到了北京去 如果說郭董要反紅色媒體 罵我們就罷了 那你東森跑到了北京去 是不是他連東森都給罵進去 而且郭董還在說 國民黨的民調裡面 這旺中的艾普羅民調不能納入在其中 這麼多的媒體裡面 十幾家媒體是挺郭黑韓的 那看來 那這樣子是公平的嗎 這個艾普羅民調那裡做到 我看來在說這地方 這隻韓國的這些人 開始不時不睡覺了 尤其有看到TVBS跟聯合佈 正看起來TVBS跟聯合佈 他們的感覺 他們跟我說的 說這兩個優勢跟電視 報道是跟平衡過檔的 剩下的部分 又沒有說要補路 這將是開始在煩惱了 但是我也要直接 找這個機會 跟我們的 郭主席你報告一下 我們的電視 是聖火龍吧 祖師委說 胡敦議員跟他說 說過那些事情 我那時候想說 他會參加這個行 你 郭主席你敢去想看看 國民黨已經死亡 肚子軟糕糕糕 腰糊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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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 他會派出來 為什麼要派過台名出來 參選這個國的總統選計 參選這個總統選計 如果比賽 不是為了要贏 你比比賽要幹什麼 你叫這個八成 是要怎樣 胡敦這個八成 你說你跟國民黨 如果要死 整棋還有你死一遍 整棋還有你亂一遍 李鋼澤進將事 包括立法委員就多慘 鋼哥 總統選計進將事 已經在那裡報了 我看你半空中在報 不管什麼人出來 就急急急急急 因為說一輩 都不會去生人事事 都不會去面對生事 我說得這麼簡單 說一個例子 剛才我們在操作 有一個傳丟選計 傳丟選計 都差不多幾百票而已 人在拜託 他說不然你整天去問問 一個禮拜後來跟他 聽我講我動選 他說你怎麼做 一個禮拜你才會動選 他說我跟他拜託 沒有一個禮拜 結果開出來開四票 開四票 開四票 國黨署長 四票 你聽到清車四票 這陣時選計 特地不是選你 是選你會輸 那都要經營 國民黨你這陣時 還選不清車 這些事情 還沒要關心結束 民進黨人 這個禮拜到外面就像國間說的 蔡賴霹的可能 我換到林鄭這裡 民進黨禮拜 國民黨你坐在那邊看魚 你怎麼進魚背出來 你不是在那裡中嗎 這條 這條絕對不能把它加起來 民進黨禮拜 國民黨你要精神 要清晰 你不知道在哪裡 像那小孩在打鼠 在打鼠 在打鼠在哪裡 要人家要人家 我們看到這個禮拜的最重要的大事情 就在那禮拜三的時候 民進黨的這個中職會裡面 已經公布了整個民調的結果 蔡英文贏了賴清德有8.2% 連阿扁都覺得這個民調有問題 可是我們現在反觀國民黨裡面 國民黨的民調做的時間 可是在那7月初的時候 但是現在國民黨的藍營的基層 他們心裡面開始擔心了 民進黨這前車之鑑 會不會到時候國民黨裡面 比照辦理 我們都知道民進黨的政治手段 一向很兇狠 這次的這個黨內初選 一開始賴清德一路領先 結果民調結果出爐之後 蔡英文大勝賴清德8.2% 大家跌破了眼睛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這個8.2% 很多人都覺得這活活就是政治絞殺 你們對賴清德刀刀見骨之外 好像還不給他留個全屍 你們最後就避命的把他給分屍 更狠的是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 就出來爆料 羅文嘉說其實大家不要意外 因為今年3月的時候 五人小組跟賴清德會面的時候 賴清德自己就有講了 他說其實這個初選的結果 我想我不會贏蔡英文 那你為什麼還堅持要黨內初選 為什麼還要選呢 賴清德說其實我出來選 是要激勵蔡英文的潛力 這是羅文嘉講的 那你現在賴清德已經粉身碎骨了 你現在還要去K賴清德說 其實他的這個初選是要成就蔡英文 我怎麼聽不懂 你要成就蔡英文 那你這個選舉的動作是假的嗎 不會吧 你到那些地方去 這些阿公阿嬤這麼支持你 那些支持都是假的嗎 不會吧 對啊 而且想想看 淋著那麼大的雨 他還站在那路邊跟人家揮手 這就是民進黨的黨內初選 讓大家瞠目結實 但是大家現在也覺得 這樣的選舉好像怪怪的 為什麼呢 這個黨內初選的民調 連你們自己民進黨都覺得 不相信 阿扁都出來講話 陳水扁也講 這個民調 你整個五個這個民調結果 一個模子印出來的 這個我打死也不相信 連陳水扁都不相信 這樣的結果 大家的定調就是在毀滅賴清德 來了 當民進黨黨內初選結束之後 接下來 馬上要上場的是國民黨 一直以來 都有滅韓這樣的聲音對不對 對 好了 馬上要進行黨內初選了 但是這五家民調公司 國民黨的支持者 韓家軍也開始憂心沖走 該不會 韓國瑜也被活活的政治絞殺了吧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公布的這五家民調公司 TVBS聯合報系這些媒體 對韓家軍來說 這對韓國瑜好像不太友善 其他的民調公司 包括這個世新全方位 很多的民調公司 支持者都有疑慮 除了民調公司支持者 有疑慮之外 去年其實做民調非常精準的 艾普羅為什麼這次被剔除呢 好 除了他們對民調公司 非常的擔心之外 最近黑韓產業鏈又冒出來了 你剛剛你記不記得 去年1.1.2.4要幹嘛 滅東廠對不對 對 東廠怎麼又復活了 為什麼民眾這麼痛恨東廠 因為東廠就是利用公家機關 利用這些公務員去做什麼 去做私人的政治報復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又感覺 這個東廠的影子出來了呢 就是因為這幾天 韓國瑜去參加行政院會 人家是為了高雄市民的權益 去發聲對不對 怎麼我們在這個網路上 看到了一些影片 根本就是黑韓產業鏈 到底是怎麼回事 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要為地方表示這個心情跟這個責任 我非常清楚 行政院蘇貞昌院長上任之後 一直說高雄市長希望親自去開會 我也去了 去了以後 剪貼我的影片在網路上來傳 來修理我跟批判我 我覺得這樣不太好 我們去事實上就是很非常禮貌 然後誠懇地拜託行政院來幫助我們高雄的建設 提了大概五個案子 那怎麼會被剪貼在網路上來攻擊呢 而且中央補助我們的一千萬 事實上還包括很多其他的疾病 包括人畜共生的一些疾病在內 不是光只有登革熱 可是現在高雄市最重要是登革熱 那我沒有想到這個剪的剪片之後 然後變成一個好像 我們被修理的很不像話的樣子 我覺得這個沒有必要 因為這樣的話 中央跟地方聯手建設高雄 目的就偏掉了 那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我已經被修理了 被黑了 但是中央補助高雄的錢 登革熱這一筆 我們申請大概五千多萬 希望盡快核發 我們一定要全心全意的 來防止登革熱 奇怪囉 每到選舉民眾就感覺到 東廠又回來了 可是這次東廠的頭 難不成是那蘇貞昌呢 更何況你身為行政院長 你有需要在這個院會當中 去叮你的這個地方首長嗎 這個之外 網路上這個影片 不過就是 黑韓產業鏈的影響力 對不對 太過分了 這種東廠的行為 是民眾最痛恨的 但是我們要去想一想 為什麼行政院長 要這樣去叮地方首長 這一次蔡英文已經取得了 代表民進黨參選 對不對 蔡英文的副手是誰 看來看去會是誰 蘇貞昌好像是熱門人選 他變成他黑馬出來了嗎 如果是蔡蘇佩的話 那蘇貞昌成為民眾心目中 最害怕的東廠頭 好像也不意外 我剛剛講了 最近台灣的社會 充滿了一種 黑韓產業鏈的影響力 為什麼呢 一波又一波 不斷的在黑韓 除了這個影片之外 數字又來了 最近公布了幾位地方首長的 這個存款有沒有 來韓國瑜他們夫婦的存款 是四五五九萬 馬上綠營就說 你看你說你自己是庶民 怎麼你的存款有四千多萬 人家已經回應了 這個四千多萬是來自兩個地方 第一個這是夫妻共同申報 這裡面也有李嘉芬的存款 第二件事情 大部分存款裡面是選舉補助款 各位政治人物都知道 他這麼清清楚楚 乾乾淨淨的申報了這些錢 你還要去攻擊他 講到錢是不是 要來講是不是 講到錢的問題 民進黨也有一筆爛帳 不要忘記了 媽媽說我要講 他們希望你不要說的原因 選舉的時候 不希望 我跟妳講 太大壓力嗎 選舉的時候 民進黨那些人 誰選舉不需要錢 我爸哪個選舉沒有給他們錢 沒有讓他們去選舉 在我死之前我要把那些人 全部講出來啊 我不能造實的不明不白啊 要死也沒關係啊 你說是哪些人 民進黨那些有拿到我爸 幫他選舉補助的錢啊 他們有造實申報嗎 他們拿到口袋以後 他們拿出來選舉 他們剩下的錢 他們有造實申報嗎 那我爸給他們捐助的錢 他們在選舉裡面的申報財產裡面 他有寫說是陳水扁給他的嗎 還是他們那筆也是一逆起來 也是不實申報 那些當初有拿錢的人 有去選舉的人 現在每個出來講清高 你以為要台灣獨立就不需要錢 要選職就不需要錢 然後每個人拿圍攻我 謝長廷沒有孫子嗎 蘇貞昌的那邊告假女兒 每個人只圍攻我 我陳水死了 他們又高興了嗎 蘇貞昌沒拿到錢嗎 謝長廷沒拿到錢嗎 陳水在高雄沒拿到錢嗎 那時候霸愛河的那個遊行 沒拿到錢嗎 有一個人又看 因為說美國有娶娶為什麼 我沒有在講 我不知道我 沒有去搶人家 搶人家 還搶人家 兩塊六六 我當年年 他也要做我大事 還不用留一頓錢 他也開飯店在盆錢 你有沒有聽過 我都用布丁在採 我都在盆錢 我都在飯店盆錢 大家都叫他 不用你放 你如果想我 陳信瑜 剛剛講的話裡面 有提到那蘇貞昌 但蘇貞昌 你到現在還沒有回答 我們的問題 你的錢究竟到哪裡去了 不過我們說到現在這個時候 看著那民進黨裡面 現在已經有一個共主出現 那就是蔡英文了 可是我們看著那國民黨 韓國瑜本來是一盤非常好的棋 但這盤好棋 就在他之前講到 那權貴的密室協商之後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怎麼好像這盤好棋 現在越打越差 越打越差 快要變成一場爛局了 是 立剛 其實國民黨發展到現在 你有沒有注意到 韓國瑜從來沒有指明過 任何一個黨內的人 去攻擊他或幹嘛 從來沒這樣講 他頂多只說過一句 就是黨內的權貴密室協商 他就講了這一句 結果就一直被人家攻擊到現在 反而是我們覺得 另外一個很奇怪 就是我們的郭董 一下砲打黨中央 一下說韓國瑜 你可能有紅色的跡象 然後各種各樣的 什麼琵琶琶琶琶琶 什麼都講 然後甚至要準備要去 跟黃國昌這個反國民黨的 要去站他的台 結果黨中央到最後 對郭台銘好像一句話都沒坑 到現在不坑聲 你有聽到國民黨中央 講郭台銘任何一句話嗎 沒有 國民黨現在中央 完全好像都已經晉升了一樣 是 所以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難怪韓國瑜是說 是不是黨內有些人 真的不太喜歡他 其實到今天為止 我都還是可以完全溝通的人 是 你看王院長來看我 朱綠倫來看我 周錫維來看我 我都是很坦蕩蕩的跟他們見面 那我也不曉得會變成 可能 講白了可能 政壇上有些人不喜歡我吧 某些人不太喜歡我這個樣子吧 因為我這種風格 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你是說在國民黨內部 國民黨內部吧 也許有一些人不太喜歡我這種風格 我的猜測 應該就是規規矩矩的 一步一腳印的 循規道矩的 然後論資排背的等等 或者是配合度高的等等 像我這種跳躍式的 屁股是尖的 什麼是你每天這樣思考 然後 而且打破所有的一切 我覺得我不太像典型的那種 可能 也許他們 不太喜歡我這種個性 我在猜啦 有少部分人 少部分不太喜歡我吧 其實你看 韓國瑜從頭到尾也是講說 黨內少部分人可能不太喜歡我 可是馬上就有人自動對號入座了 誰對號入座 就是我們的郭台銘董事長 立刻對號入座 然後他說他的意思是說喜歡我 可是哪有喜歡我 我的八點全部都供估 他說我提出來八點全部都供估 他說國民黨應該要改革 但連手機民調都不敢採用 怎麼改革 我就覺得郭董真的是 完全自我中心型的 反正所有的都要以你說了算 但是我必須講 其實郭董我必須說 你之前 你不是說你跟韓國瑜是鐵兄弟嗎 而且你之前在三月以前 你不是見過韓國瑜兩次面 如果那個時候 你就會告訴韓國瑜 說你決定要參選 希望你來支持我 我相信當時韓國瑜一定會支持你 我相信一定會這樣 結果你非要等到 當名氣出來了 大家覺得說 國民黨如果不靠韓國瑜不行 因為我們都知道 國民黨這次的氣勢 根本就是韓國瑜 在去年打下的人清楚 如果沒有寒流的話 其實國民黨今年 老實講 誰選中投也不見得會贏 對不對 所以就是你看到這個機會了 你跳出來了 但是問題是 你跳出來就會贏嗎 這個機會是因為韓國瑜而產生的 難道換了郭台銘就會比較好嗎 所以國民黨現在就好像 你看 你本來拿到的是這副牌 這副牌其實超棒的 你知道 這副牌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都會調什麼 你看13隻 所以童花順 鐵姬 然後頭渡沖三條 這個是打槍間加度 就打槍間加度 而且還轟軟 就一次砍三家了 結果國民黨居然半年之內 把它玩一玩完 居然變成葫蘆帶一個 普通的順帶一個八胚衝投 那也是準備被人家打槍 明明是穿好牌 結果倒到最後變爛牌了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 所有人都親眼看到了 從去年11月24號 國民黨大勝之後 到現在玩到現在 整個氣勢掉下來 然後自己每一個人 都被你弄得奄奄奄奄奄 當然我們的胡宥偉兄 又寫了一篇文章了 他說我講具體一點 他說面對民進黨 這個特殊敵人 國民黨要贏 一定要有非常時期的 非常手段 好了 郭泰銘 朱立倫 喬王就是這樣 王金平 然後周錫瑋 你同表為求黨的勝選 聯手開記者會 宣布放棄和老韓爭鋒 呼籲籃一字團結終止初選 由黨中央徵召喚為總統候選人 大家全力合作 在黨中央統一指揮之下 贏得2020總統及立委選舉 然後每人交了500萬兩 還不退回 統一用作大兵團競選經費 然後還要在黨的智庫裡頭 成立作戰中間 由吳敦義來主持 然後韓國瑜代職參選 平時就主持高雄市任 連軍員總部都不要設了 好 這個記者會 只要一開的話 全世界政經黨島內的不少 藍民感動落淚 新聞媒體炸鍋 所有人不敢相信國民黨 竟然能有這種覺悟 新聞連炒數個月 海外華僑興奮到爆 民進黨整個殺業 2020總統大選 就提前結束了 我必須說以上成屬幻想 這根本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如果真的成真的的話 早就成真了 國民黨如果是這種政黨的話 今天怎麼可能落到這種地步 就是因為大家根本不能團結 所以民進黨才會贏 要能夠團結民進黨 怎麼可能會贏 現在我跟你講 國民黨根本不關心這些 他們到現在還在做夢 做夢以為2020總統大選 一定是我贏 所以大家想的是 黨內的權力到底要誰抓 現在已經在想著黨內的權力了 是 我就覺得這個 真的非常非常好笑 你知道據說他們馬上要提案 要刪除總統為 當然黨主席這個規定 然後王金平任黨也表態 他說黨代表沒意見就好 這什麼意思你知道 國民黨認為說 明年總統一定是我的 所以這個總統一定不是 所以有的人就跳出來 我相信這不是吳主席的本意 就有人跳出來講說 總統就不能兼任黨主席 這樣很危險 這樣吳主席以後沒位子 沒有辦法帶領全黨 所以總統跟黨主席要切割 你要把他切割開來 然後不管是韓國瑜或是郭台銘 你將來就當個總統就好 其實國民黨內 我們光從一個地方 你可以看出一個國民黨的文化 大家記不記得前幾天 陳一鳴委員在上有台節目的時候 他會講說 其實韓國瑜選上之後 也沒有邀請他 就是慶功宴也沒有邀請他 然後意思就是說 甚至韓國瑜就因為這樣 得罪了王金平院長 因為他也沒有去跟 王金平院長說謝謝 那韓國瑜其實講說 其實我有說謝謝 我有去跟他們講 其實他就說 那可能就是因為我謝了不夠 所以說王金平院長才不滿意 誤會了 陳一鳴委員之後他有解釋過 其實他意思不是這樣 他只是提醒韓國瑜要注意這件事情 但是問題是你再怎麼注意 可能都沒有用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王金平要的謝 你韓國瑜不真的給得起 這個謝要謝到這麼大 因為理由很簡單 像王金平院長 他當時三三造勢 韓國瑜的後期選舉 他確實有出力 可是王金平院長要的是什麼 要的是總統這個位子 聽說現在已經有人在弄 那個總統連署輸了 要做什麼 那要給王金平院長 王金平他們是自己要跳出來選了 那你自己跳出來選 你不覺得要脫黨 那韓國瑜怎麼可能更甜 是 你要韓國瑜 背叛國民黨去支持你嗎 那不是更不可能一件事情嗎 所以王金平院長 你要的謝 我擔心韓國瑜 這輩子大概都給不了 國慶 在這前天的時候 你來我們的節目 在講到說這個蔡英文 他吸收了各大門派的功力 把自己練到一個 如火成精的地步 真的是如火成精了 現在可就是這個 真正登上那光明頂端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是之前的時候 他把初轉會 黨產會 當作是一個東廠在運作 現在這時候 跳出來一個蘇貞昌 積極的打韓 結果打韓的原因是什麼 原來我們才發現到 可能會是一個 蔡蘇沛的狀況 這個時候看起來 現在這時候 滅韓 打磕 其實早就都一步一步算計好了 滅韓 打磕 沒有錯 但是還有少兩個字 哪兩個字 鞏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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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你說這是這個月要做的事情 你有沒有聽過小英 批判郭董 沒有 蘇院長也批判郭董 沒有 民進黨的這一些大咖的 因為郭是次要敵人 對啊 他不會去打他 只會拱他 讓國民黨內亂造成紛爭 其實行政院院會 參加出席的 應該出席的是這部會首長 六都的市長是列席 他們有機會去了解中央政策 怎麼擬定 有什麼方向 也可以讓他們去建議這樣而已 他是列席 韓國瑜市長不可以趕好去 說你都不去 不去他也有派人去 不用大行動中市長一個人 市長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不去他也要 現在去呢 去以前說原來是黑鞋子在弄條 我覺得今天 韓市長的回應 有 可以更嚴厲一點 因為 因為給人黑鞋子在弄條 把他設計去 你今天你看看 網路所有的影片 昨天列席的縣市長 市長跟問鞋子 為什麼只賭賭就是 賭賭就是韓國瑜 對韓國瑜 這鞋子品又對於不離 所以說這就很清楚的 設計的 這真的實在 蘇院長你應該去了解 這個影片是怎麼出來的 是誰拍的 是誰受益的 可以這樣侮辱一個地方首長 這算武雄 這算武雄 我給大家補句 所以經由這件事後 我要給國人 現在各縣市的議會 幾乎都有在有線電視台 直播 議員質詢的整個過程 開會議中的過程 會議跟畫面 定期會都有 立法院現在也有公共頻道 有兩個頻道 在轉播立法院 政策院的質詢過程 對 為什麼行政院院會 你不公開呢 你要用這種簡潔的方式 來給人 給人拍看 來給人 修理 我建議 從今天開始 從下個禮拜開始 只要行政院會為 我們國人有資的權利 哪一個縣市長要參加 哪一個部會首長 他提出什麼建言 你也等於是在替政策宣導 因為行政院院會 大家要報告 上個禮拜的執行狀況 未來我們準備 哪一個施政重點 你直接直播 讓我們全民百姓都可以看到 現在環保署要做什麼價位 交通報要做什麼優惠建議 價位要怎麼設施 我們直接就可以 在你們行政院會當中 就可以了解整個國家的政策跟方向 這不是很好嗎 是 你公開透明 你結果搞這種小動作 到底是誰授權 到底是誰攝影 到底是誰潑上網路 這要給專民一個交代 只要不給專民交代 也要韓市長一個交代 我們看到在今天的時候 尤其大概在從今天的傍晚以後開始 我們注意到在這個 所有的新聞媒體上面來說 有一個東西正在發酵當中 先來注意到 你看到沒有 自稱是庶民的韓國瑜 存款報了4000萬 郭台銘說有錢不可恥 怕的是沒志氣 再來時代力量你這個韓國瑜條款 落跑市長未辭職 追回所有的補助款 另外韓國瑜在雲林造勢 五台區交管五天 七條路線韓醫院 鄉親們蓋了千樓 狂馬 擾民 再來看到你所不知道的韓國瑜 黃光琴預告將有連環報 不過黃光琴這個預告 在傍晚的6點多的時候 第一篇東西已經開始PO出來了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蔡英文現在這個時候 已經民進黨裡面大肆底定 就是為他為公主了 但是人馬是不是也開始 正在歸隊當中 而國家滅韓的機器 也正在大量的運作當中 韓國瑜自己就有說 國民黨裡面好像有人不喜歡他 但韓國瑜要防得民間 就是那民進黨 但案件現在傷人也傷得很重 看來國民黨現在這個時候 難不成就不管他輸贏 一排好奇 全部都已經變爛舉爛 剛剛國慶大哥說 韓國瑜到行政院會去 這個也不用訝異 你看他們怎麼設計賴清德 賴清德是被稱之為太子 都被蔡英文這樣搞了 怎麼搞呢 我昨天剛好遇到一個賴清德陣營的 他當然氣壓很低 很失落 他就說今年2 3月的時候 那時候蔡英文跟蘇貞昌 還不知道賴清德會出來選 他說標都出去了 五 六千萬都是在網路方面 網絡方面 他說後來賴清德 對 後來賴清德選了 那只是把架好的砲口 轉個向 先砲打賴清德一下 現在把賴清德打死了再轉回來 你說現在先做一個試射的動作 真正的火力就是從今天開始 他說2 3月 不是試射 是2 3月的時候 已經把砲台都架好了 砲都已經買好了 只不過怎麼賴清德突然出人選 好吧 本來這個砲 是要打韓國瑜的 那就先把黨內的賴清德 要先打死 要不然蔡英文也出不了線 所以他說只是砲口先轉個向 先對內打賴清德 現在賴清德已經被打死了 再把砲口再轉向韓國瑜 所以你看從昨天下午到今天 這個砲口齊發 對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 蔡英文到底有沒有網軍 民進黨到底有沒有網軍 行政院到底有沒有網軍 我們都不知道 可是誰知道 賴清德知道嗎 因為他從太子被打成了乞丐 而且他還是前行政院院長 所以行政院裡面還有很多他的部署 行政院的預算標出去發包了多少 是跟網軍有關 跟網路有關的 我想賴清德知道吧 賴清德不是也拜託蔡英文說 你節制一下你的網軍 所以我說民進黨裡面 幹了什麼事情 問民進黨自己的人最知道 這叫共犯結構 民進黨對於自己的太子 都可以下得了這種毒手了 對於韓國瑜這樣的挑戰對手 這樣剛剛好而已 一旦民進黨的炮火 打向國民黨任何一個人 國民黨都有這個義務 要出來捍衛他 何況現在打的是高雄市長 是我們20年才出的一個 國民黨級的高雄市長 不管他有沒有參選總統 要護他護到底 因為這是護國民黨 這不是在護韓國瑜一個人 所以何況他現在是國民黨內 甚至是所有台灣裡面 現在民調最高的總統支持度的人 你國民黨不好好呵護他 不好好呵護這個寶 韓國瑜如果民調掉了 我們看到是正向的 韓國瑜民調掉了 國民黨的認同度也跟著掉 對 大家可以去看這個是一個正向 可是郭台銘根本沒起來 對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現在要 不管上上下下 都要考慮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不是韓國瑜 韓市長一個人的事 是國民黨跟民進黨之間的事 所以站在這個立場上 我覺得一致對外是很重要的 但韓三輩 你在1124之後 你有提醒說 國民黨不要爽過頭 可是現在這時候 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蔡英文在民進黨裡面出現之後 他把賴清德給做掉 國民黨裡面的人真的爽歪歪 但他說蔡英文打得好 可是他們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好像一副2020穩贏的樣子 可是以目前來看的話 現在這個時候 在全代會裡面 就準備要修改 總統兼黨主席的規定 2020還沒開始 還沒開始打 他們難不成已經認為 自己已經穩贏了 國民黨如果沒有提醒 金澤民送金交給北方 差不多幾乎在送金交給北方 去年的時候 才是民進黨送金加護病房 我就跟你說這個 我說這個 我就說這個 我就想到就硬起了 實際上說 像淑菲這麼優秀的中生代 不去做東部裡面 說不是新生代 中生代 中生代 你聽清楚 不去東部裡面 做金格切割 因為人要認公義 要有社會 是 你沒有這麼的人 你沒有這麼有公義 有社會的人 你這個黨是要怎麼改改變 我剛才在說 賴清德跟蔡英文 之間到我會有完 我還是很贊重 國境的說法 蔡賴佩 是怎麼 民進黨 人如果算算了 人不管怎麼 有抬到流口流口 韓國瑜說 頭撲到那邊洗頭 卡刀 鎖掉那邊洗 是怎麼來 我跟人說我在聽 因為人家民進黨的選民 絕對沒有用 你脫動 絕對沒有用 你離開 所有這些政治人物屬質 如果還要實際 衝刺 政治活動 離開這裡就是死 我現在也要 服用我們百分之九十四 無色接近這些人 如果你們想要改變生活 如果你們要改變國民黨 如果你們對這個土地 要還有希望 我也希望 民進黨說 剩餘偽空議公民 剩八百也妳 剩一個機會 剛才能承認 你一定要教訓 國民黨 教訓國民黨 不是成一六年這樣教訓 教訓這樣 不對 國民黨也會精神 也會精神 你跟運行這樣 你做一遍 國民黨搓過關 不要她舞舞舞不改變 舞舞舞舞就動作 鋼山成人臨 沒有 我們看著現在今天的狀況 很奇怪 兩三個小時時間 四篇的這樣子滅寒的這些新聞 就開始逐漸的出現了 而且像黃光晴的新聞 現在這個時候 還正在發酵當中 而且傳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可是這不經常 我們覺得非常的奇怪 就在於說 現在這個時候裡面 我們看到國民黨自己本身 現在的狀況來說 他如果說以韓國瑜來說 他的戰鬥力是最強的 如果說韓國瑜他本身 都已經這樣子被毀滅掉的話 國民黨裡面還有什麼戰鬥力 對 其實大家再好好的 回去回想一下 在上一屆跟這一屆 國民黨到底改變了什麼 差別在哪裡 在上一屆是沒有人願意出來 競選總統的 對 為什麼現在大家是搶得出來 那差別在哪裡 國民黨改變了什麼 不過就是因為在去年的時候 韓國瑜用他個人一己之力 救了國民黨全黨的身世 拉開了全台灣的所有縣市首長 還有議員們的選情 不是嗎 就差別在這個地方 所以韓國瑜能夠凝聚 全民的共識 這一點是多麼的重要 所以今天如果放任這些民進黨 或其他的人士 把韓國瑜鬥臭鬥垮了 國民黨藍軍的士氣也就會垮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國民黨 現在要非常非常重視的 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絕對要保護韓國瑜 不論未來出現的總統候選人 會是誰 韓國瑜的存在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盛選的一個很重要的依據 我覺得這是不容質疑的 我這邊要講 就是說我特別針對蘇貞昌 他的那個影片 我要提出幾點的批判 我今天也特別跟高雄市政府 這邊來做一下確認 我們在蘇貞昌的影片當中 他說他沒有卡韓 他是什麼幫助高雄向上提升 今天我好像看到友台 也下了這樣的一個標語 說中央沒有卡 高雄市沒有卡韓 還是全力來幫助高雄向上提升 我就問了 他們的標題寫什麼 他說行政院長蘇貞昌 大力支援高雄建設 捷運經費補助超過1000億 我就問市政府說 中央給韓市長1000億 我們怎麼還能夠批評他 我們要感謝中央才對 然後市政府說沒有 沒有1000億 沒有 那錢到哪去了 沒有沒有撥錢 只喊一喊而已 他說最快 依照中央現在的速度 可能最快也要兩年 這個叫做 沒有在卡住高雄市的建設嗎 現在你們只是在吃高雄的豆腐 放出這樣的風聲說 全力挹注高雄的建設 但是錢呢 錢呢 沒有 好 這個部分我講第一個 第二個我看到他講什麼 在他的影片當中又寫 蔡英文總統全力支持 林園延伸線 蔡英文總統全力支持 我們要問 全力支持不是嘴巴講講而已 你經費要下來 但是高雄市政府跟中央要說 800萬的可行性評估 研究報告的800萬 請趕快給高雄市吧 沒有 一毛都沒有 這個叫做 這個東西可能做不下去了 對 所以我很 立剛哥他這個影片 我們要不要請NCC去查一下 這樣算不算算播假新聞 國賢 你從這二十幾年 你看沒有一個政治人物 能夠這樣被十幾家的媒體 再加上黨內外的這樣假殺 而還能存活到現在好幾個月 在當時韓國瑜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你說他能夠選得上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不像國民黨 但現在參加國民黨的 總統的黨內初選 他已經快被拖死了 這一齣現在是預告片而已 是 還預告片 現在是內外夾攻 但沒了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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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做不成功 改動沒了 但是國民黨也要沒了 國民黨也要沒了 國民黨實在真的 自己還在吃迷飯藥 人已經民進黨政政劑吃下去了 現在在吃保健食品 從北方九 北方爭議的科目 到最後一口氣 出來 出北方來 鎮定這個吃下去 開始保健食品 國民黨還在吃迷飯藥 還在吃搖頭丸 還在那裡 那裡自己很爽 自我感覺良好 你們還不知道說國民黨 又要包起來了 過去國民黨是打輸走路來台灣 還有台灣這堆 沒辦法讓你們站上去 你們這篇如果包起來 你們要走在哪裡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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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教一下 1124之前國民黨為台灣 做了什麼好的建言跟政策 為什麼會贏15個縣市 做了什麼 你國民黨有做什麼 給十五塊錢 全部都贏了 不是韓國瑜的效應嗎 就是韓國瑜效應 對 是韓流的效應 你是國民黨的效應 不是國民黨做得好 韓國瑜超越國民黨 你會記得這句話 支持韓國瑜的很多根本 不是國民黨的黨員 都是一些中間選民 包括海外 他要有那個動力 要回台灣去投票 不是韓流造成嗎 對 這大家不受政 大家都信任 大家也接受 但是當韓流起來 後來15冠市 大家搖頭丸吞下去就爽了 開始說我會當總統 我好像在起黨說 一定我會當總統 小姐要選總統 小姐要選總統 社會氣氛 韓國瑜市長 從頭至尾 我的言行是一致的 剛開始選我說他不會出來選總統 開始我一直提醒說 不要把電 別把關 別把訂 他就不會選 如果繼續關他會翻出來 因為沒辦法救高雄 怎麼救台灣 沒辦法救台灣怎麼救高雄 只有改變台灣才能改變高雄 因為他在那邊靠靠手 你把他製造 他就沒辦法施政 所以國民黨你們還在那裡 自己在亂 不是初選贏就會贏大選 不是初選贏就贏大選 所以韓國瑜現在你看 他一個人救全黨 現在整黨像半黨在害他 不用民進黨受國民黨 國民黨就自己敗掉了 自己就無死無鬥去了 所以這種不成樣的政黨 這次是最好一個機會 你們又不爭氣 我們也沒有國民黨沒關係 台灣沒有國民黨 還是有很多小政黨 還是會有人取代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 不能夠無條來 或是沒有自己帶探訪來 做王看 一個韓國瑜沒有儲算 我感覺韓國瑜儲算這邊真的 不是大家在想的那麼簡單 也不像大家在想的說真的樂觀 我跟你說 後面又過多時間 你說變說會很多 郭台銘他每一天的這種動力 跟外在因素的協助幫忙 蔡英文現在全力打韓 我今天下午有一個Call in電話 他是三支手機都接到電話 左營的 你知道他三支手機都說誰嗎 說誰 他都說蔡英文 他說蔡英文 其實他是韓國 電話民調只是一個人而已 可是他怎麼三支手機 納入手機民調 他自己一個人的三支手機都納入 三支手機都接到 所以你看郭董 所以他一個人等於 佔了民進黨裡面的民調當中的 高雄市的三通 高雄市的三通 所以說這個民調真的 阿彬總統說得對 共事我更重心 同樣這群民調把我喝酒機共事 我也沒想 蔡英文擁有國家的整個機器 現在這時候打韓的力道 更要猜死在增強了 但國民黨裡面明明是一副好牌 但打到現在在黨內外的夾殺之下 韓國瑜再來的日子可不好過了 沒有錯 我們看看這次民進黨的 總統黨內初選 有人形容這個民調的結果 是史上最離奇的民調 因為每一個人有不同的解讀 但是外界一致的看法是 蔡英文跟賴清德 已經殺到血流成河了 但是民進黨很特殊的地方是 即使是刀刀見骨 但是他很快的就要復原了 你說像妖魔般的復原能力嗎 而且是一秒復原 現在全黨上下都在營造一種 大團結的印象 連韓國瑜都說 這個政黨愈合的能力 就跟妖怪一樣了 民進黨的愈合力 是全台灣所有各個不同政黨 第一名最強的 我用妖怪形容 你今天把他手砍了 明天再掌一隻手出來 把他腦袋砍了 明天掌一個腦袋出來 他有一種天生的愈合力 所以他只要民進黨總統大選 初選一結束 第二天開始整合 他速度會非常的快 藍軍這邊 國民黨這邊 自己大家要有一個共識 當然要一個警惕 也就是未來團結的民進黨 應該就從今天就開始了 而且是非常快的 這是民進黨的特性 國民黨這邊自己要非常的小心 非常注意 盛梅 你看 剛剛國慶還在講 不只是愈合 還會進化 對 最可怕的是 他已經進化成2.0版了 其實韓國瑜是最常跟民進黨交手的 是最常跟民進黨這些政治人物 電報的對不對 所以他對民進黨其實很了解 他是要提醒國民黨的支持者 要非常小心 這一次的民調結果 很多人都有各自的解讀 你看 今天連柯文哲都忍不住出來酸爆了 他第一時間記者問的時候 他想管住他的嘴 所以他其實第一時間只講了兩個字 加油 他就走了 他是說蔡英文加油 等到記者再去問的時候 他終於忍不住 說出自己心裡的話了 他說什麼 他說這個有關於蔡總統 獲得了黨內初選的勝利 恭喜皇上 賀喜皇上 柯平你也把我心裡的話講出來了 真的 皇上好棒棒 恭喜皇上 那賴慶德好可憐 他被做掉了 連柯平都不相信這個民調的結果 除了柯平之外 這幾天大家都在討論 民進黨自己內部都不相信 陳水扁都講了 你這個民調 武將民調從一個模子印出來 打死他也不相信 也說出很多人心裡的話 但是立剛你知道嗎 當民進黨要開始黨內初選的時候 就有人在討論一件事情了 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小英總統 可是輸不起的 於是當時就有說 其實民進黨裡面有一個派系 是新出來的叫保皇黨 這一次這個民調結果 是不是顯示保皇黨大獲全勝 贏了8.2% 你看看蔡英文一直以來 而且不要忘了這一次的黨內民調 它是延長賽 本來在之前就應該有 民調結果出爐了 是因為蔡英文要求要延長 因為她的要求 所以最後延長了 各位不要忘記了 每一次蔡英文要求的 就一定要過關 為什麼呢 大家記憶最深的就是卡管這個事件 各位大學自治精神 我們的總統不知道嗎 光是卡住一個管中民 卡住了一年 她的意志力有多驚人 過去還有一件事情 各位記得嗎 我們的司法改革國事會議 蔡英文要求就是要表決 表決到她 覺得這個結果她滿意之後 才能停止 你能相信這是我們的總統嗎 我們的總統 她不管所有民意的取向 她不管是不是違憲 她要求的結果就要達成 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我剛剛講了 這一次的民調結果 是保皇黨大獲全勝對不對 接下來是不是要收拾戰場 好 今天就有人去問陳菊了 總統府秘書長在立法院 被問到這件事 大家也知道 他跟賴清德過去 不是說是兄弟嗎 他接著就問陳菊 有沒有去問問一下賴清德 有 秘書長就說 有 我打電話給他 跟他講 賴清德說他會 對 也就是說 營造這個黨內團結 是一定會的 他要求全力支持蔡英文的 對 接下來陳菊又講了 他說沒問題的 這個賴院長 他永遠都是我的兄弟 觀眾朋友 最近聽到兄弟這兩個字 要小心 常常很多政治人物都說是兄弟 真的是兄弟嗎 顯然民進黨現在 就是要營造一種 沒有關係 你們怎麼批評 是你們的事情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大團結 最後我要送給民進黨一句話 過去國民黨在執政的時候 最喜歡講鞏固領導中心 對不對 鞏固領導中心這一句話 讓國民黨從此失去政權 我現在就把這句話 也送給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從黨內初選開始 都在鞏固領導中心 這個意思就表示 你們跟民意的取向 已經越來越遙遠了 雖然民意取向越來越遙遠 但是問題是復原能力快的話 甚至像國慶所講的會進化 民進黨再來半年的動作會怎麼做 值得讓我們拭目以待 但現在統一的目標跟炮口 都對向的一個人 那就是韓國瑜了 但是韓國瑜現在這時候 還是高雄市長的身分 高雄治水看來不易 因為很多的經費會下不來 可是看看以前陳菊 怎麼把那些錢花到哪去 是 立剛 我覺得國民黨 真的是很有趣的一個黨 民進黨不管怎麼樣 初選已經結束了 人家初選一結束完馬上團結 蔡英文之前還要對付賴清德 現在他已經空閒下來了 對 只要對付一個人 就韓國瑜了 是 他就全力唯獨你韓國瑜 當然也不用蔡英文自己 直接動手 光是高雄市議會這些議員 就不會讓韓國瑜好過 我也必須講 現在高雄市議會議員 必須多才多藝 比如像我們高敏寧議員 所以議會要會質詢 要設陷阱之外 更重要的是 你的照相技術還要好 照相技術還好 怎麼說 你看 最近我們的高議員 就登了一個懸启寺 協巡有直轄市水準的高雄市長 然後你看他拍了這張照片 你看這樣看起來 這是哪裡 淹大水 這好像在橋下對不對 對啊 怎麼淹得那麼美重 整個淹得這麼厲害 然後如有尋貨 請加高敏寧議員服務處 感激不盡 這個到底在尋誰 這個擺明就是在 故意諷刺韓國瑜 也就是說治水無功 現在這時候又淹起來了 意思就是說高雄這一天 已經淹大水了 韓國瑜已經跑到哪裡去了 實際上高雄市民 自己直接的感受最明顯 有沒有認真做事 持續的清水溝 高雄才沒有淹水 登革是因為下雨又出太陽 積水溶氣產生了病霉危 認真的韓市長 希望中央趕快撥經費 也希望市民配合 多打掃環境 這個是高雄市民自己的講法 你看另外這一個 高雄這兩天下超大雨 鳥松跟人物鳳人路這裡 居然沒有淹水 真是奇蹟 就可以知道以前城區有多麼鬼混 昨晚到今早一直怕 上班路上會淹水 因為他們當地 以前是每年必淹 只要雨 四一大就會淹 結果大驚喜 一直深深的體會到什麼事 苦民所苦 真的感到幸福滿滿滿 這是當地民眾 這不是我寫的 這是當地民眾的寫 當地民眾都告訴你 沒有淹水 結果高雄林硬要去拍一個 那個角度 就看起來好像淹大水一樣 我覺得你們這樣去黑 有什麼意思呢 花媽執政12年 你知道他花多少錢 花303億治水 全國之冠 當時2010年的時候 凡那比颱風來淹水 淹水的時候 陳菊當時很沉痛的講 治水責任八成在中央 都是國民黨害的 那問題來了 花媽那時候是2010年 2010年的時候 馬英九2008年得上任 對啊 前面8年是誰 陳水扁 不是你執政嗎 馬英九只執政了兩年 結果你全部都在國民黨 執政手上 我就覺得這個是滿妙的 這個到底是怎麼弄的 而且你12年 你花了303億治水 結果到最後有沒有成果 我跟你講2017年7月的時候 花媽非常驕傲 告訴大家說 我們高雄以後成為海綿城市了 高雄從此以後 永遠不會在淹水 2017年講的話 我跟你講 當時他們為什麼驕傲 因為志鴻池完工 所以高雄從此不在淹水 結果我跟你講 說謊話是被老天爺譴責的 隔了一年 一年 第二年823 蹦一下 高雄一下大雨 全部淹水 然後還淹出了5000個天坑 淹了整個亂七八糟的 問題是花媽過去 可是天之交直 你要知道 他年年是遠見雜誌評選的 五星級現場 這麼厲害 而五星級市長 而且是五度五星 共五官講五萬 那表示花媽真的做得很好 我跟你講 真的是做得很好嗎 在城區任內淹水照淹 對啊 氣泡案造成多少人 生命財產損失 然後災民到最後 你賠償金 有人拿去建一些 奇力怪怪的藝術品 有的搞了半天 人家還沒拿到賠償 對不對 然後到最後高雄 不但中央給你這麼多錢 你高雄還負債3000億 結果韓國瑜到現在半年 他不管怎麼樣 他努力在做他的事情 我想成績慢慢慢慢 都會浮現 結果這些人還是硬要告訴你說 花媽才比較厲害 花媽才比較棒 韓國瑜做得爛 韓國瑜都沒在做事 你覺得現在不會有眼睛在看嗎 郭槍 我們看到現在2020的選舉 已經即將要到 民進黨也非常清楚一件事情 這次的總統大選打的是什麼 打的就是那資源戰 而蔡英文他自己心裡面更了解 我現在可以運用政府的資源 大手大腳的 把這些資源拿來打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韓國瑜了 可是蔡英文三年下來 現在這個時候 什麼樣的篡位 什麼樣的派系 用什麼樣的角色 或者放在什麼樣適合的位置 或者由誰來發動攻擊 其實早就已經安排好了 你看他的政府行政顧問也好 總統府 國民也好 執政 總統府有顧問 各縣市都頭人都擺得很漂亮 都擺得很平均 在這裡我也要感謝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實在說 民進黨的現在這段 兩個頭人 都都是國民黨在背出來 蔡英文總統不是李登輝 那個年代的時候 那個入委會主委嗎 對 也是國民黨再也出來了 蔡英文總統身邊最紅的 最能掌握派系調和停什麼 陳明文委員 陳明委員也是國民黨過去 黨團裡面主要幹部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民進黨要感謝國民黨 好才會接近在國民黨 讓民進黨傳國民黨化 越來越新國民黨 所以早就準備好了 你再看 民進黨以前曾經黨代表大會 開會決議要解散派系 蔡英總統起來之後 民進黨派系沒解散沒打勁 又多了一個派系 多了哪一派 對 多了一個鷹派 派系沒解散 還直接揭一個鷹派出來 所以說這篇很好選 怎麼說 國民黨裡面的這些大佬 跟陳委員都很熟 都很熟 要什麼資訊 或許會很好去達到資訊來源 還有一個學生是什麼人 柯P 白色力量柯P 可以當護花園人 柯P那有什麼動向 陳委員 可以跟老師回話 對 所以說都掌握 所以說我還是說真的 民進黨目前 我最佩服的兩個政治人物是 小英總統跟陳明文委員 他們兩個 你看看 小英總統回到問題 差不多都是陳明文委員現策 他相信他 他相信他 因為你看看 為什麼小英總統跑嘉義的次數 是差不多全台之冠 對 想他睡的時候 都去嘉義取卵 去嘉義走 嘉義就是典型 民進黨現在還是很強的一個地方 你看 他拜廟拜最多好像也在嘉義 你看陳明文委員外公 他住在哪裡你知道嗎 他常住在嘉義市 民雄路橋旁邊 我不會說主席 他好在 他住嘉義市 但是他鋪子人 他可以選縣長 又可以去山區 山區 他住在嘉義市 再三區選立委也沒人敢選 國民黨這次也沒人敢選 沒人敢敢選 所以他在嘉義的整個政治勢力 真的 這是真的大家公認 不然都叫小英國選 小英國選你知道嗎 會當敗的 小英國選也是做選 跟賴慎 賴慎已經下神桌了 但是小英國選這次 他們會很頂豪 這是我最佩服的陳委員跟小英總統 他們兩個 我說真的 像我剛才這樣說 但菊姐處理也不少 菊姐處理也是菊姐 菊姐 這個問題就開始一直贏了 當然我們相信他的簽譜 相信他過去的努力 不過人也是在官位 在調應三分 所以柯文哲先生 柯文哲先生 你自己比較注意的 謝謝 但淑慧 我們看著蔡英文最懂得派系之間的 一個利益分配 這一次整個民進黨的民調 出來的結果 只有一個人有意見 那就是阿彬 阿彬還說 怎麼民調看起來 都好像一個模子印出來 民進黨其他人完全都沒吭聲 是不是大家現在這時候 只要跟著蔡英文的腳步走下去 所有的各派系的利益 繼續吃香喝辣 民進黨昨天的民調有沒有問題 我們國民黨的可能不準 會有偏頗 不過有三個人很懂民進黨 我們就來看這三個人怎麼說 一個當然就是陳水扁 當過民進黨的黨主席 也當過民進黨的總統 他就說他打死也不相信 這裡面一定有人動手腳 而且還點出了一個 我們都沒有想到的關鍵點說 這個抽樣的樣本一定有問題 這個樣本之前不是 大家還記不記得有傳出說 有某陣營正在收集電話名單 如果抽的樣本 都是從這個電話名單抽的話 你拿10家來做 10家出來的結果也都一樣 你以為從這個電話下去 下手都一樣的結果 反正打來打去都是這個 像剛剛不是說有一個人 三支電話都接到 說不定三支電話剛好是三家 都打這一個人 因為拿到的樣本都是一樣的 所以他可能不是同一家抽到 三家電話 民調公司可能都抽到這個人 因為大家拿到的樣本一樣 不是你卡住就是我卡住 所以這是一個 陳水扁說的話 我們要不要相信 第二個跟民進黨系出同源 過去是以墨綠出身 說自己都是民進黨交出來的 叫柯文哲 他講的話也很好笑 恭喜皇上 賀喜皇上 接著他也講了 賴清德好可憐 是被做掉的 這是第二個懂民進黨的人 第三個懂民進黨是什麼 是深綠團體 是台獨人士 他們怎麼說 民進黨是賊窩 一家都是賊 這個講的就真的是 有一點點血淋淋了 很生氣 對 所以聽 不要聽我們國民黨說 國慶前幾天就講 那個民調如果不對的部分 就已經把那個電話號碼抽掉 換成是要挺蔡的 所以就是看看這些懂民進黨的人 就像是賴清德 懂蔡英文一樣 不要用你的網軍打我 所以這份民調到底可不可信 還有一個可以驗證的 我們等在日後驗證 怎麼驗證 如果蔡英文民調 真的是狂贏賴清德10% 狂甩韓國瑜跟柯文哲的話 蔡英文這場選舉 已經不用再靠賴清德了 他就不會再去找賴清德合作了 解讀贏 為什麼還要跟你談 所以你說他講一加一大約 那是表面話 所以我們就 沒有 如果他還是一加一大約 還是去拜託賴清德 那就是代表這份民調 是做出來的 我實際上是虛虛的 我就沒有贏這麼多 所以我還是要去找賴清德來合作 因為他真實的 真實的民調就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看之後 蔡英文到底會不會去找賴清德合作 就知道這份民調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假 不過民進黨向來一個特訓 大家去看狼 狼群集體行動 看到敵人集體而攻之 把敵人咬死以後再分而食之 這就是民進黨 所以我覺得 國民黨當面對民進黨 這個敵人的時候 千萬不要各自為政 各自為政的結果 就是被民進黨這群狼給咬死 然後再被分而食之 當陳菊他當初喊出來說 303億 然後蓋了志鴻池 他告訴高雄市民說 高雄不會再淹水了 因為我們成為海綿城市了 因為有蓋志鴻池 所以當我們今天看到 就是這幾天不是有 陳菊的子弟兵跳出來 在罵韓國瑜市長說治水無方 那我這邊講說 其實當你們在打韓國瑜市長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是打了花媽的 一個大巴掌 因為這個是陳菊當初 花303億的時候 他自己誇下的海口說 高雄不會淹水的 那也因為高雄還是大淹水 所以才會導致在去年的時候 高雄大家給了韓國瑜機會 我們這邊看到就是說 其實在當初我們 陳菊蓋志鴻池 你說有沒有成效 我覺得可能還是有發揮部分成效 只是你不能夠蓋那個 只有看得到的地方 不能做只有看到的地方 地底下那些更是重要的 譬如說地下中心民眾看不到的 對 可能民眾看不到 所以陳菊市長他可能就沒有 那就不用做了 對 可能是沒有做 因為我不是有跟大家報告過說 高雄市政府在去做這個清淹 為了要減少淹水的狀況 所以市政府現在非常認真的 去清水溝 做這個非常重要的 這些基礎的工作 他會發現清這個水溝 居然有挖出來70公分 50公分 30公分 不等的這樣的一個厚度的淤積 水泥塊 什麼都有 垃圾都有 所有連摩托車都在裡面 是啊 所以剛才還發現說 那水溝裡面居然是有水泥塊 這樣的狀況 是非常讓人匪夷所思的 其實蔡英文總統 他們現在做的很多事情 真的都不是為了人民 為了我們這個國家 常治久安的目的而做的 他目的都只是為了選舉 所以我們看到說 蔡英文總統在這三年當中 赤裸裸的是把手伸進了 行政 立法 司法 監察 手都伸進去了 而且他們有沒有制定了 各式各種的 抄家滅族式的這些 要清算國民黨的黨產 有 他有沒有制定了什麼促轉條例 設立了一些東廠 在打擊一擊 有 我覺得他把很多的力氣 都花在什麼上 都花在選舉的目的上面 沒有真正去做 這個台灣需要的建設上面 所以我覺得錢都是亂花 那我這邊還要再批評一點就是說 現在當民進黨他心目